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其實女人是很渴望也很想關心男人 但為什麼男人喜歡把心事藏在心裡呢 雨凡聽說你的老公有個很大的事情 他這個官司敗訴賠了上億的巨款 你最後才知道 對 因為其實我的個性就是 什麼事情都會清清楚楚 然後我也喜歡把每一件事情 交代得很清楚 我常常因為我自己開公司 我常常都是這樣齊許我自己 把所有的人都當成是幼稚園小班 不管是你的客戶 或者是你的廠商或是你的同事 因為你交代得清楚 別人吸收百分之百的資訊 才不會有錯解 對 我是這樣的人 我是個非常要求完美的人 所以我每次跟我老公講事情 我都是非常地準確 精準的 然後呢 甚至 甚至有時候我以前會跟他說 我說好 那我剛剛講過 你再重複一遍 因為我要確認 你是反觀耶 不是 因為我要確認他了解 你真的有收成果耶 對 不是 因為他有時候會說 他真的有重複一遍嗎 因為男生都會說 嗯 好 對 那他應該不會 他就會惱羞成 然後他會覺得 這個我老公也會說 你把我當三歲小孩 我說因為每次我跟你講 到最後我都做錯啊 所以我當然要確認 因為我覺得 第一次就做對 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有時候人類常常在 老公其實脾氣滿好的 他脾氣真的非常非常地 很溫和 他很理性 他非常非常理性 所以就是說 他最一陣子在中國 你知道中國的官司 很多都是要跟法院 跟法官很熟 所以會有碰到一些 明明這個案子是 對他們公司有利的 可是他卻有可能 因為他沒有去照顧好 法官跟法院的情緒 沒有打點 香港人嘛 比如對這種 中國的這種情勢 可能不是很了解 沒有打點 所以我看這個案子 覺得他肯定吻贏 甚至因為這個案子 他十二月三十一號 他臨時跟我說 我要飛回去大陸一趟 可是他會去 十四天要隔離 因為他第十七天 他要出庭 我說好 但我必須說 我老公的個性有夠好 去年二零二零年 是不是防疫年 他飛回來了 總共來回十八次 他隔離兩百八十七天 天啊 對 我就會常常說 我要幫他去報那個 金氏世界紀錄 因為你應該沒有聽過 金氏隔離大概九天 金氏應該沒有聽過任何人 不是故意 因為他要回來看我們 因為這麼可愛的老婆 在台灣 他回來看我們 因為他台灣是沒有 他台灣其實是沒有事情做的 他的事情都在香港跟大陸 可是因為一定要十四天 十四天 所以後來到了今年十二月三十 他就跟我說 這個事情滿大條的 我可不可以跟你申請 我回去兩個月 但是我下次回來 還要先申請報備審核 就是 對 因為下次回來 我可以陪你一個月 因為他每次都是十四天 第十五天陪我們吃個飯 第十六天就飛走了 就為了陪你吃個飯 然後隔離十四天 還有家人嘛 對 就是看家人 那就是真的是滿辛苦的 所以我就OK了 所以他十二月三十要飛回去 他就是三月份回來 然後也是他隔離完之後回家 我就以為這個事情就解決了 因為你都為這個事情飛回去 也去所謂的打點一下 結果我就沒有問他 前幾天突然想起來我說 怎麼樣 那官司贏了吧 他說沒有 輸了 我說 輸了 那你怎麼沒跟我講 因為這個官司牽涉到 好幾億人民幣 那你要乘以四對不對 那你嫁給一個人 他的錢 你就會覺得這是你將來的 可以使用的支配 幸好老公更有錢 對 就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大事情 你沒跟我講 那我當然就很生氣 我說你怎麼沒跟我說 他說你又不懂中國的法律 你也不認識福建的法官 我跟你講了 只會讓你擔心 那有什麼好講 對 可是我就覺得 他很貼心耶 對 可是我就覺得說 那我也有認識 台灣的法律界的人 也許他們可以用同比心 給我們一些建議 或者是意見 也許可以幫助到 但他就是 什麼都放在心裡面 他不會去講 他的苦處 可能就有時候是過於貼心 可是你就會自己 在那邊急到不行 所以就是很累 我有時候也覺得說 這樣子下去實在是太 我很替他擔心 可是他好像似乎是 不太會表達 但我覺得他自己 其實處理得都還不錯 確實 我覺得確實 我老公是一個非常 不玻璃心的男人 因為他很堅強 非常不玻璃心 非常不 他非常的堅強 能夠把自己保住 OK 我們再來問 男人可以堅強多久 聽說你們兩個人 是從來不吵架 唯一一次吵架 是吵到要離婚 對 看像我們兩個 他這樣子的人 還可以吵到要離婚 應該不簡單 我們這樣個性很鮮明 我是一個什麼事情 都要求到完美 什麼事情都要做第一 然後都要做到好 我可以 譬如說我們出國旅行 我可以為了 設計一個行程 為那個房間 那個什麼 為那個房間多大 然後插個幾百塊 我可以整夜不要睡覺 因為我一定要排到 最棒的行程 最划算的CP值 最大的房間 他每次都說 插多少錢 我說 插四千五 我給你四萬五 你睡了 你睡了 可是我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 這是一種成就感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你們兩個婚姻應該 成不久 因為個性實在是 差太多了 天差地別 對 那為什麼那次 要差點炒離婚 是因為我那時候懷了 第二胎 然後第二胎就有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罕見疾病 但我還是要把它 生出來 因為它是男生 那時候兩個月就可以 驗血 知道是個男生 那我心裡想說 已經有一個女生了 一個男生是不是就 很完美 工廠可以休工了 很開心 結果 就沒想到 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我的個性就是 堅毅不拔 我就看了八個醫生 我就台灣看了六個醫生 香港看了兩個醫生 因為我一定要 讓醫生說服到我說 這是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救好 你把它放心生出來吧 他陪我看了第二個醫生 他就覺得說 醫生都覺得好像 你就不要 勉強 對 勉強冒這個風險 對 加上他覺得 這個孩子如果生出來 天生就會有一個疾病 可能你對他就會稍微 比較寬恕一點 那他可能就不會 他會跟姐姐成長的是 一樣的環不公平 可能他做什麼事情 你就會覺得 他心臟不好 你對他不要這麼責罵 所以那時候 我就覺得他很 不跟我同心 因為我們什麼事情都是 我們基本上是 什麼事情想的都是一樣 因為他沒有什麼 特別大意見的人 對 他什麼都是 沒有想的一樣 他都照你的意思說 比較多 沒有 我們真的是 想的思維 因為他也是個邏輯性 非常強的人 所以他也是一個 非常正直的人 所以就我們思維 是滿相近 就那陣子我去看醫生 都是我一個人去看 我就覺得你怎麼這麼 不體貼我 不愛我 都我一個人挺著肚子 然後到處去問 然後每天都問一些 讓你覺得很崩潰的答案 所以後來我就很生氣 然後那陣子他居然也 他可能覺得我很幼稚吧 就是醫生都跟你說 不要去冒這個險 你幹嘛要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就 有一段時間都不講話 他就也為了這事情 那我就一直找架吵 我說你怎麼不跟我說 你講清楚了 到底是怎樣 我說那不然我生出來 我自己癢 我自己帶 沒關係 你就回香港 對 然後我就氣到 就已經把那個 離婚協議書寫好 放在桌上 然後他就覺得我很無聊 他就 他知道我在生氣的時候 就是先彈開 就不要跟我正面衝突 因為吵也吵不過我 他是講英文的人 他英文也講不過我 中文更講不過我 所以他就覺得說 那我還是躲開 他就去朋友家躲了幾天 後來是因為 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我們家應勇打電話 給他說 先生 太太快又不行了 你趕快回來 所以他才去醫院看我 對 然後他也不講道歉 因為我還是深刻認為是他錯 對 那他也不會 他是一個做錯事情 不會講道歉 但是他就把一個 我很喜歡去的那個 遊艇的那個 就輕輕地放在我病床的旁邊 然後就說 你選一個目的地吧 等你病癢好 我就帶你去 這就已經代表他的道歉了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還是挺窩心的 我還是不要這麼 這麼任性好了 就那次我們真的是 那滿成熟 滿理性的 他很理智 你這一關過完之後 我們有個新的人生 可以一個新的旅程 對 新的開始 對 滿幸福的 熙文哥 你結婚將近三十年 聽說也曾經太太 氣過到離家出走 對啊 因為母親節嘛 我母親 我非常敬愛她 所以我的心都放在我媽媽身上 她跟我二三十年了 我好像也沒用心在她身上 所以她那時候覺得 你都想到你媽媽沒有想到我 我沒想到她也會跟我媽吃醋 當然她也不是那個意思啦 只是我都是盡量安排我媽的節目 我媽的事情 不忘記她 她也想過母親節 所以她就回娘家去過了 然後我那天 我們全家家族聚在一起 所有人都念我 你把你的老婆照顧好 因為她很厲害 她不知道是收滿 收滿我們全家族的人還是怎麼樣 反正大家都很喜歡她 所以那天我也打電話給她 她去接她 跟她講 抱歉 抱歉 我就跟妳一起過 已經晚上十點左右了 所以我去接她 男人有時候也要放軟 柔弱更正剛強 對 你很棒 柔弱一點 你都很快就會反省 因為你要跟她相處一輩子 都已經那麼久了 你何必為了這小事堅持什麼呢 這個家 一個家沒有什麼對錯 是非 不要去講是非 或是你對我錯 誰倒垃圾 誰洗碗 誰沒洗誰錯 就很怪 所以就 最重要就是一家和諧 所以我先認錯有什麼關係呢 讚 先認錯很好 就認錯 所以不要隔夜愁 不要寒落到日落 來問一下這個翠芬 今天聽完來賓的故事之後 你覺得到底要怎麼樣 可以重建男人的信心 收拾他們的玻璃心 其實我這邊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男人年紀越大越玻璃心 年紀越大 對 因為男生 可是睡越越淬煉越堅強 沒有 因為其實反而男生 隨著年齡的增長 他們的同理心變多了 柔軟心變多了 也重視人際關係 那反而女生在年輕的時候 比較對自己沒信心 所以女生越年輕越玻璃心 所以有些時候我覺得 男女有一點大不同 所以像我們常說中年危機 常指的是男生的中年危機 因為當他們年紀越來越大 有些時候年輕的時候 天不怕 地不怕 什麼都敢試 可是反而年紀越來越大 東怕 西怕 擔心變多了 所以我反而覺得男生年紀 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們的玻璃心 其實是需要你多一點鼓勵 多一點同力 跟關懷他們就好了 沒錯 多點同理心啦